手杖门有吧 要不玩的云朵胶带有吧 接下来教大家用玫瑰公主做超仙气的立体手杖哦 我们是要先把云朵胶带贴在本门上 第一条靠最里边的铁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 拧的云朵花边给它剪整齐哦 接下来是第二条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我一共用了五卷云朵胶带贴了五条花边 这个地方排列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设施的搭配 剪刀不方便用的话 用磕刀也是可以的 就这样我们超仙气的云朵层就完成了 接下来拿出玫瑰公主的胶带 选一些喜欢的图案 我是直接贴在打底纸上剪下来的 大家没有的话也可以贴在后卡纸上哦 然后剪下来了这么多的图案 分别用点点胶贴在每层的云朵上 这样层次感就出来了 是不是有点像玫瑰公主坠落房间跟王子结婚呢 把剩下的空白部分补齐 今天的手杖这样就完成了 超简单哦 手里有素材的宝贝们赶紧试试吧